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你们两个 发展得那么快哦 你是不是已经那个那个了 没有啦 我很自由的 我在家也是没有东西做的 如果一天 抛开现实的巨蟹 跨越未知的世界 想想到的什么都难 老板 你今天打电话来说 他现在在摄影院 他摄影院? 他怎么没通知我 他没有告诉你 你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吵架了 所以已经发脾气不来上班 你不要乱说我们之间不是那种关系 今天会比较忙 你还不赶快去准备 阿晋 他是真的生病了 还是因为昨晚的事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回家 我真的是全世界最失败的男人 好不容易跟老板有了进展 我就跑掉 又是你们 我知道我们的咖啡好喝 但也不用一天到晚都出现吧 我们不是来喝咖啡的 我们已经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了 真正的身份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还记得那时追求你的Thomas吧 Thomas 你们跟着我 你应该要知道 我们是不可以在地球使用超能力的 要不是我们删除Thomas的记忆 他早就报警了 到时大家的身份都会跟着曝光 好 我们的身份是绝对不能让人类知道的 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 你现在马上跟我们回杨米克星吧 你们想带我回去 你本来就不应该留在地球 况且你在这里三十多年 是时候回去了 可以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吗 这三十年来 我一直捉摸不了人类所谓的爱情 直到最近 我遇到了一位特别的男生 我觉得他好像喜欢上我了 那不关你的事 如果你要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删除他的记忆 对 我现在马上就去 其实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不行 我们亚米克星人是不能爱上人类的 如果你的身份暴露 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的 求求你们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 我答应你们 我不会露出我的身份 好吧 我就给你多几天的时间 谢谢你们 你们想喝咖啡 我请 不用了 谢谢 不要 谢谢 谢谢 想不到他们终于还是找到了我 那就意味着我在地球上的时间也不多了 在离开之前 能遇见一位让我心动的男生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难道这就是爱情吗 我还在那一刻 我还在那一刻 一直在那一刻 全情城堪 祈求命运 成全我们的缘分 只盼望 多一刻 找回被遗世的永恒 只找我们 彼此相爱 愿为一颗 守候一生 守候一生 愿为一颗